上万印军压境 想要夺取喀什 有人预测五年之内必定开战 是真是假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一万印军赶赴中印边境 欲夺取喀什 有人预测五年内必开战 伴随着印度兵力的调整部署 中印边境的局势 再度陷入紧张 据彭博社报道 印度一名资深官员透露 莫迪政府正准备从西部边境抽调一万名士兵 派往中印边境地区 与现存的九千名士兵 组成一个新的战斗指挥部 这样 一旦有人袭击印度 印度武装部队将具备足够的回击能力 近两万名士兵的兵力部署 这已经不单单是具备回击能力的问题了 这样大幅度的兵力调动 只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 是印度当权者认为 接下来中印边境会爆发新的冲突 必须加强兵力部署来保持边境安全 要么 印度是想主动搞事 在边境问题上获取更多利益 在英国著名智库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专家看来 答案是后者 他们认为 印度是想主动搞事 而且目标就是喀什 英国智库发表的报告认为 五年内 中印必将爆发战争 而这场战争将由印度主动挑起 众所周知 喀什是中国的能源重镇 是中国和伊朗 巴基斯坦的陆上能源输送线路的重要枢纽 印度方面非常渴望夺取喀什 而拉达克地区是印度主动发起攻击 入群中国席部重镇喀什的唯一途径 因此 印度的一切军事部署大多围绕拉达克地区进行 报告还认为 印度夺取喀什的目的并非是要将其占领 其真正的目的是占有中印争议的地区 在主动发起进攻 入群中国席部重地 夺取喀什后 印度会将此能源重镇作为后续 与中国他们的筹码 从而获取领土利益或者经济利益 对于英国智库的这个五年内必开战的预测 印军前参谋长委员会主席纳拉瓦内上将表示 拉达克东部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至关重要 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拥有充分的动机 确保自己在该区域处于优势 南下之一 印度围绕拉达克地区进行的军事部署 是具备充分动机的 但他不认为中印会在五年内开战 原因也很简单 台海 纳拉瓦内认为 在未来五年时间里 中国会优先解决台海问题 同时管控与美国之间的战争风险 如果说中印开战了 那短时间内肯定无法实现两岸统一了 对中国大陆来说 解放台岛乃是重中之重 不太可能随便改变优先顺序 纳拉瓦内的这番话有点像是威胁 就像是看准中国更在意台海 所以想趁火打劫 捞点好处 坦白说 中印是否开战 跟台海局势从来都不是正相关 台海的问题由东部战区负责 中印边境的问题由西部战区负责 本就是各不相干 而且以目前的情况 无论是边境一二线的基础设施建设 还是驻守部队的综合素质 装备的综合实力 我们都具备明显的优势 如果印度真的敢趁火打劫 偷袭我国西部地区入侵喀使 相信解放军会迅速回击重演1962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